在刚刚的发展过程当中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 想如何透过自身专业 提高观众对待 他们都要接待外宾 二台午餐会 至为人医本着救人的初衷 在医疗体制之外 人医会的存在有何意义与价值 刚刚新闻报导看到了 此季圆满了在柬埔寨的 这个疫症行动 总共有六国人医团队 一起来加入 继续将带您到马来西亚 请马来西亚槟城主播杜永耀 告诉我们 其实在马来西亚 有这么一个霹雳智慧的人医会团队 他们在当地是如何开展 免费医疗行动的故事 永耀好 在真好 全球的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马来西亚现场 那结束了一天防忙的工作 您是否愿意 舍出个人的休息时间 帮助有需要的人呢 那在2015年6月成立的 马来西亚霹雳智慧人医会 在每个星期二晚上 都风雨不改地为病人 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 在防忙的医务工作 和家庭生活之后 人医团对职工们不选择休息 而是继续为病人的健康把关 每逢星期二晚上 会有不同特别的医师和志工 助手在这里 免费为民众提供医疗咨询 四年前 马来西亚曼荣慈济免费 医疗咨询服务正式启动 由怀抱共同理想的陈连成 和李立勇医师 及药剂师杨宝珍承担 当一个病人因为经济问题 他在政府医治 但是医治了头就不了解 他什么病或者是得不到效果 然后他被逼要去死人 去了死人之后 他花费很高 去一次就不敢去第二次 这个自由医院的概念开始 其实是一个桥梁 连接私人跟身体 这一晚前来值班的 正是内科和妇产科医师 赶着回去照顾妹妹的拉哲斯瓦利 一早来到 成为今晚第一位登记的病人 拉哲斯瓦利的子宫长瘤 需要动手术 她却放不下 需要时刻照顾的妹妹 常年照顾脑部受损的妹妹 肩中经历父母网生 被丈夫抛弃 必须独自抚养孩子的厄运 让她差点就活不下去 父产科医师陈连成 知道她心中的关爱 所以建议了另一个方案 如果她不需要抗拒续 如果她不需要抗拒续 然后她有抗拒续 如果她不需要抗拒续 如果她不需要抗拒续 免费医疗咨询开办初期 也曾面临没有病人上门的窘境 但是基本上我们这里就是说 不会说给你治疗那方面 就说你不开药了什么 我们主要是给你解答你的疑问 真的需要的话 我们就建议你去哪里 可以得到这样子的 这是你们在医院做不到的事情 其实做不到的事情 为什么会做不到 太多病人了 根本是说你一天早上 一个早上门诊那边 一拍到这个真白人 那个号码 那个时间都要在追的 医师和志工们 始终带着坚定的信念 慢慢建立起医病之间的信任 渐渐地也吸引更多民众 愿意前来寻求咨询 所以现在是这个病人外面找不到医生 或者是他自己医生给不到一个好的解释 他问题一直存在 然后他来看了不服用付费的医生 医生用他的心可以去解释到完 他的问题可能不是说100%解释 至少他可以有一个安心感 他知道他面对什么问题 让更多病人得到实际的帮助 而后露出安心的微笑 是人意会医师们真切的心愿 大爱新闻杜惠希 刘志渊 马来西亚采访报导 位于霹雳州的双礼佛小渔村 由于大部分的年轻人都选择往城市发展了 因此大多数的商人也只能雇佣外劳 导致于村里的外劳人数 已经是当地居民的三倍 达到现在的2000人 那慈激志工从2015年开始走进渔村 带动环保和居民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那一年后 慈激人意会把多功能医疗车开到了村里 开始为当地的村民和外籍劳工进行议诊 每两个月一次 曼容人意团队都会来到曼容慈激会所 搬上需要的资源 开车一个小时前往双礼佛渔村 位于霹雳州曼容县和拉绿巴当交界的 双礼佛小渔村 是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海产的第二大渔村 年轻人大部分都往城市发展 多数的商人都选择雇佣外劳 如今外劳人数已经超越在地居民 人口比例是当地人只有六百位 外劳却有两千位 杨宝珍是一名药剂师加入慈激超过十年 在承担社区志工的过程 发现许多个案都面临因病而贫 因贫而病的情况 2015年霹雳人意会成立之后 保证承担人意会活动总协调 无论是疫诊活动还是免费医疗咨询 都由他负责沟通与协调 在这么乌入的地方 本来他们都已经很缺乏医疗的设备 然后我们可以带着一个 ultrasound的scan过来 可以帮助他们trace一些 普通的clinics trace不到的东西 当我们在这种疫诊的时候 是可能没有一个失影的地方 比如说有一些中医 我们要针灸 针灸到背后怎样 不可能在open的area吗 又或者是要照 照baby或者是照子宫 所以就是请他上来这一边 然后关着比较私隐的地方 这个村有超过50%的都是外扰 我们还应那个缅甸鱼 越南鱼 然后放在他们工作的工厂 让他们知道说 我们有妇科 你可以过来照一下你的子宫健康吗 双礼佛渔村疫诊迈入第三年 当仁仪会团队忙着看诊 慈禧之工蔡晶晶常常挨接挨护 邀约外籍劳工参与疫诊 因为他们不会讲马来文 就说很难说 我们一量他的血药就是180个110个 他还很年轻 如果这样子持续下去 他不是中风 他就是anabrave 他的肋脂 他的那个肾脏一定是坏掉去 整个家庭就是这样子倒了 我们有就是说借他一个BPZ 刚才我们也有确定 他真的会用那一个血压机 然后帮他拿回去 两个星期后 我们就会再进来 再追踪一下他的情况 去到哪里 主要我们做这个疫诊 有时就是可能一天里面 不是很多病人 可是当我们发现到 有一个这样子的病人 其实我们就可能救了一个人 帮到一个真正需要的人 当慈激社区志工和人医会团队合作 为有需要的社区民众提供医疗服务 除了得到评定人们 情况有所改善的满足笑容 收获更多的 也许是保持行善和行医初衷的慈悲力量 在新闻杜卫西刘志渊 马来西亚采访报导 在守护健康的同时 慈激志工和人医会团队 也希望能把守护地球 人与人之间互爱互信的观念 带进这个民风淳朴的小鱼村 把时间交换给佳蓁 好看到医病之间相当融洽 但也想再继续问了 除了说 医疹以及医疗咨询之外 当地人医会 还有提供其他的服务吗 勇药 是的 就好像在新闻里面出现的 刁医师 他每个星期都会抽出一天 在放工后 驱车一个小时 来到实际照顾服那里 进行完诊 那这种试病如新的精神 是非常令人敬佩的 谢谢佳蓁 好 谢谢勇药的连线报导 看到了医师的确 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 即使在晚间 还有完整任务 刚刚看到了 这个是替照顾服 做一些医疗上的帮助 让他们可以得到一些舒缓 谢谢勇药的连线报导 谢谢大家